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K线西游战法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读懂K线背后的秘密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22年4月18日 下午的14点18分 在这里呢 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 相信最近一段时间 跟随我策略的朋友们 一定会赚了很多 我的VIP群众正在获利趋势当中 那这轮行情是怎么演化 出来的呢 我们在前几节课上都做了解释 这轮行情呢 首先是由3月31日的这根标志性的阴线 也叫悟空阴线延展过来的 3月31日悟空阴线出来之后 后面走了一轮震荡 这些震荡呢 我们管它叫妖怪K线 那这一组下跌的阴线 3月31日主阴线之后 这加上这些震荡呢 叫做悟空阴线组 悟空阴线组走完之后 走八屑阴线组 两根K线 然后沙僧阴线组 三根K线 然后唐僧阴线组 唐僧阴线呢 后面跟随了很多妖怪 形成了一个震荡 震荡趋势完结之后呢 目前走的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 那从4月4日的这根阴线 叫标志性的阴线 悟空阴线 然后八届阴线 沙僧阴线 那本周呢是处在一个沙僧阴线的趋势当中 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小一些 看到了 它在形成震荡收敛之后啊 今天早上6点发生跌破 跌破之后一路下行啊 今天是周一嘛 新的一周开始 但是这周呢 是处在一个沙僧的周线级别下跌的位置上啊 群里的朋友啊 有人问我什么叫沙僧阴线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了 就是第一个阴线悟空阴线 第二个阴线八届阴线 那第三个阴线就要就叫沙僧阴线啊 沙僧阴线这个位置啊 多震荡啊 沙僧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多震荡 所以呢 接下来几周啊 有可能围绕这个沙僧阴线的实体部分 做一些震荡啊 那很多时候还有一种极端行情啊 就是连续的下跌啊 如果出现连续的下跌呢 那我们的目标位啊 就在三万五千美金附近 也就是比特币如果发生周线级别的下跌 目标位是在三万五千美金附近 三万五千美金附近呢 是去年二月份波股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啊 在三万五千美金附近形成的支撑位 也是这轮周线级别下跌的一个主要的目标位 这里呢 存在一定的支撑 如果发生周线级别的下跌呢 它可能出现一些小的实验级别的反弹 有可能是四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啊 这个位置呢 到达之后我们再进行解读 为什么我们能抓住这波行情呢 我认为啊主要是我们抓住了一个标志性的K线啊 除了三月三十一日这根标志性的阴线 我们没有抓住之外啊 四月六日这根八进阴线啊 是被我们抓住的 因为啊行情它是不断动态变化的 前面有三月二十七日的这根大阳线做出了突破啊 我们就会认为突破之后行情可能向上涨 但是呢我们发现了四万七千五百美金 这个位置上是阻力位 这个阻力位呢是去年八月和去年十二月份啊 筹码密集区形成的 在这个位置缠绕震荡之后呢 四月六日跌破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啊 这个支撑呢在四万四千美金 四万四千美金的支撑是怎么来的呢 是去年三四五月份啊 这里啊去年三四五月份 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 我们看这个支撑位啊 这个支撑位跌破之后就要变盘了 这个支撑位呢 我们看啊我画圆圈了 这些位置啊证明了四万四千美金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标志的牛熊分割线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四月六日之后 四月六日跌破四万四千美金之后 我们把方向调转过来 同时呢用K线西游战法解读的话 三月二十七日的这个阳线 叫标志性阳线 也叫悟空阳线 那四月六日这根阴线呢 打败了悟空阳线 我们说行情当中啊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跑 那多头方向上没有发育完全啊 在四月六日啊 四月六日的这个阴线 把三月二十七日的这个阳线打死了 也就是说悟空阳线被妖怪打死了之后 行情就要从多头转化成空头 转化为空头之后 方向有了 那我们向前找一个标志性的阴线 所以把三月三十一日这个阴线 叫标志性的悟空阴线 这是在日线级别上去解读 日线级别上三月三十一日 标志性的阴线啊 标志性的阴线 悟空阴线组 八级阴线组啊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那当前已经跌破了啊 跌破了小二线结构跌破之后 目前处在一个周线级别的 沙僧位这个比赛上 那我们怎么样进场呢 怎么样介入这个行情呢 那我们打到小二线来看啊 小二线它跌破了一个收敛结构 那这个收敛结构啊 就构成了一个阻力结构 如果接下来行情发生反弹的话 它的重要的阻力位在哪里呢 我认为在四万美金啊 四万美金整数关口这个位置上 所以呢 如果反弹到啊 阻力关口附近 也就是39500美金附近 如果发生这样的反弹呢 是我们进场空投的一个点位啊 39500进场的话 你可以把止损设置到40500这里 那如果行情继续向下呢 如果出现新低的话啊 是可以接着进场空投的 叫追空 所以呢 进场有两个点位 第一个点位呢 就是39500这个压力位附近啊 跌破之后形成的压力位附近 可以进场空投 再一个呢 就是可以进行追击空投 两个进场方式呢 都要设置止损啊 止损不要超过1000美金啊 不要超过1000美金 好的止损呢 能够让你少的亏损啊 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啊 一点点亏损 扛住一点点亏损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那不好的点位和差一点的点位啊 就会让你损失很大 你需要扛单 才能在这波下跌行情当中获利 那有人问我 你为什么不做反弹呢 为什么不做反弹呢 因为我认为啊 做趋势是重要的啊 当前行情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 周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并且啊 这轮行情是处在一个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下跌的起始的位置上 所以呢 如果做反弹或许会抄底成功 或许能会有一点点利润 但违背了一个趋势获利的原则 如果总这样做反弹的话啊 总这样做反弹的话 必定会有一次被大的趋势 把你所有的利润全部带走 所以我认为行情啊 多是多头生发出来的 空是空头生发出来的 在空头已经生发出来之后啊 尽量只做趋势方向 就是只做空头啊 我们刚才说了 行情只有三个东西啊 趋势位置和仓位 在大的趋势当中 做方向啊 做的方向一定要做对的方向 这样呢 你才可能在大的空间上去获利啊 我们知道啊 比特币上轮行情跌了85% 那这轮行情如果跌80%的的话 它下跌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至少要跌到15000美金以下 所以呢 在当前点位上啊 在当前点位上 我们还有多少利润空间呢 我认为还有60%的利润空间啊 做空方向60%的利润空间 那你在空头方向上有这么大的利润空间 那你在反弹的利润空间啊 是非常少的 如果反弹到4万美金的话啊 如果这轮行情反弹到4万美金 你只有百分之一点几的利润空间啊 这和你的风险呢 是不成正比的啊 所以我认为啊 顺应行情的方向顺势而为啊 虽然是最难的啊 顺势而为是最难的 但是确实是应该我们去做的啊 在这轮行情当中应该做的 以太坊呢 这轮行情当中日线级别的唐僧K线啊 终于走了出来 我们分别画出来啊 这是悟空阴线 八戒阴线组 沙僧阴线组 那今天呢是唐僧阴线啊 今天是唐僧阴线 唐僧阴线走来之后啊 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宣告结束 那如果发生反弹呢 反弹的目标位是在这个压力位附近 这个压力位呢 是由前面波谷连线延伸过来的 压力位的位置呢 在3050美金 如果反弹到3050 是新的一轮做空的一个点位啊 新的一轮做空的点位 3050进场的话 你把止损位啊 设置在3200这里即可 我建议是五倍以下杠杆做空啊 五倍以下杠杆做空 低一些的杠杆呢 更容易抓住趋势行情 那在这轮行情当中 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呢 我认为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的目标位呢 是在2800美金 2800美金 这个位置上呢 是一个支撑位 这个支撑位呢 是去年3月份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 那如果发生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 现在的这个阴线呢 是沙僧位的位置 发生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 如果跌破2800 跌破2800这个重要的支撑位 就要发生更大时间级别的下跌西游 那更大级别的下跌西游呢 是月线级别的下跌西游 月线级别下跌西游 首先我们要看啊 去年12份这个阴线呢 是悟空阴线 然后当前位置月线级别是 八进阴线这个势力范围 八进阴线势力范围走出来之后 如果发生月线级别下跌西游 目标位将达到1500美金 在这个位置上才能看到 月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目标位 上一楼行情呢 以太坊跌了95% 所以这楼行情跌破500美金 是很有可能的 虽然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 这楼行情非常强势 但它的下跌过程 我认为也是非常残酷的啊 同时呢 在当前的结构当中 重要的支撑位啊 已经很近了 2800美金 我们看到了啊 这个黄色的线 黄色的线就是比啊 以太坊最重要的一根支撑线 如果跌破的话 行情会 加速的下行啊 加速的下行 很快啊 就会见到1500美金 甚至1000美金以下的以太坊 然后我们看一下山寨啊 山寨我们看一眼GMT 两轮日线级别的上涨 构成了它的一个主升浪 主升浪完成之后 我们看到了 做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回调 在上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的途中呢 也发生了一个4小时级别 调整收敛动作 那这轮调整呢 目前来看 它在4小时级别上 还是非常强势的 之前呢 它发生了突破 突破之后啊 继续上行 上行的过程当中 遇到比特币回调 它也跟着回调 回调过程当中呢 2.2美金构成了一个 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 如果跌破2.2美金 我认为是一个做空的时间点 跌破2.2美金做空 那当前行情当中啊 它仍然有机会 在2.2美金到2.3美金 这个支撑面的这个概念上啊 继续上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做了两波的日线级别上涨之后 每一波上涨都做了4小时级别调整 构成一个收敛三小型 那这波上涨之后啊 这一波调整之后啊 如果它继续上行的话 冲高啊 冲高建立了新高的话 它有可能做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 我们前一节课上说了 分别是悟空阳线 八戒阳线 沙僧阳线和蔚僧阳线 和蔚僧阳线 我们有这样的预期 但也要看 根据行情来看 如果跌破2.2美金 毫不犹豫 可以进展空头 因为2.2美金跌破之后 会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啊 两个方向上呢 都要同时做一个准备 如果你在之前进场 它的多头的话 你的止损要设置到2.2美金 如果跌破2.2美金的话 行情就要由多头转向空头 我们确实是有周线级别的上涨预期 但如果这个预期失败了的话啊 止损出来 然后调准枪口啊 顺应整个数字货币市场的一个大的趋势啊 去做空它即可啊 即可 那今天的行情解读呢 就到这里 在这段行情当中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观众呢 都见证了 K线西游战法的魔力 那同时呢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观看和关注 那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的Telegram群 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 再见